欢迎新闻带您观察各国疫情曲线 首先看到国内3号新增22例本土感染 34例境外移入 没有死亡个案 国际疫情方面 美国新增30万2000多例 该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 国债首度突破了30兆美元大关 其中有数兆美元都是对抗疫情的经费 庞大的赤字金额 让总统拜登的重建美好未来招牌法案 更加难以被国会全面采纳通过 英国新增8万多人确诊 534人并没 冲下自去年2月以来的单日死亡新高 当局表示是因为报告机制有所改变 累积了近期的死亡个案 导致最新公布的并没数较高 法国单日新增31万多例 目前全国有大约3700名重症患者 收治于医院内 卫生部长维宏表示 当重症人数减少到1000人 才会开始考虑撤销疫苗通行证制度 德国新增22万3000多例 累计染疫人数突破千万大关 但当局表示疫情的高峰尚未到来 估计2月中旬才会达到 每日新增40万例的最高点 日本新增9万多例 其中东京都首次突破2万例 创下单日确诊新高 且年纪最小的染疫者不到10岁 而年纪最大的则超过100岁 当地大型接种中心计划扩增施打量能 希望下周起能够每天为5000人接种疫苗 南韩新增22000名确诊 无症状或轻症的居家隔离人数 逼近10万大关 当局调整防疫措施 将PCR检测对象限缩到高陵与高风险族群 并且陆续引进辉瑞与莫沙东的口服药 来对抗疫情 越南新增8000多例 该国预计从5月1号开始 全面恢复国际旅客入境 但几大航空公司与旅行社 忧心会错过复苏时机 因而请当局再度提议 要提前到3月31号开放国门 印度新增164000多例确诊 1000例死亡 截至2号为止 该国有7成人口是打过两剂疫苗 但包含孟买等部分地区确诊率 目前依然呈现上升趋势 印尼新增17000多例 该国调整入境政策 规定旅客从72小时 改为出示48小时内的PCR阴性证明 并且不论是否打过疫苗 都要一律在防疫旅馆隔离 中国当日新增21例本土个案 其中以广东省和天津市的确诊数最多 而东澳开幕在即 但自1月底以来 包含周边工作人员在内 已经有200名相关人员确诊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